进入8月中下旬,鲁能的赛程十分命迹,从8月15日到25日,短短11天时间里,鲁能有多达四场比赛,而且还有两个远距离的可场。 赛前当被问到阵容的轮换时,李肖鹏表态除了王大雷和吉尔,其余人都可能轮换,从这场对阵滑下的手法看,李肖鹏做出两处明显的调整。 戴林和金进道没有进入18元名单,戴林在上一场比赛受伤下场,虽然已经参加合列,但李肖鹏还是让戴林了就一场。 金进道一直是鲁能的主力,他在进攻端的作用也很明显,是鲁能本土胜手王。 对于金进道的确诊,李肖鹏赛后给出自己的解释,金进道萨全突然身体有些不舒服,其实他在首发当中,他有愿望去踢,但最后没让他踢,确实有些疲劳,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,鲁能在本场比赛,都完成了两个主力的温修。 这对未来的比赛会带来积极的影响,在边前卫的位置上,刘彬彬回归首发,他在右路踢得很耐力,进攻端很活跃,也提升了球队的进攻活力,但由于长时间没有首发,他和队友的配合还是稍写生疏,尤其是回防上做的并不是很好。 在比赛开始16分钟后,李肖鹏就已经安排崔鹏热身,他发现了右路的防守问题,在滑下抓住右路的防守空档打进一球后,李肖鹏果断换人,用崔鹏换下了刘彬彬,此时,鲁能球员的位置也发生变化,王瞳回到了右后位位置,张识改替用钱,喂,崔鹏和郝聚敏搭当后腰,这样的换人符合李肖鹏的用人 发现危险,发现危险立马调整,避免危险的再次发生。对于刘彬彬来说,这次被换下也是一个心理的考验,可以看到刘彬彬很想去做出贡献,但多少有些着急,没能更好展现自己的实力。 在赛后现场时,鲁能队长浩聚敏和刘彬彬一直在聊,两人交流着场上的一些细节,记者现场看到,在刘彬彬在场的时间,浩聚敏至少两次想要向前传球找刘彬彬,但刘彬彬的跑位并不理想,鲁能的快攻也没有打成,这或许也是两人交流的关键。 由于有二三行政的影响,刘彬彬本赛季的出场时间受到影响,她也在努力调整自己,但愿随着出场时间的增多,她也能早点找回状态,展现更好的自己。 密集赛程,这还只是一个开始,18日课场挑战贵州,21日课场对阵大连,25日主场对阵恒大,每场比赛都很关键。 在队阵华夏的比赛中,齐天宇首次进入大名单就获得出场机会,这是对前场辩录的一个新补充。 此外,针对U23球员的使用,李肖鹏也透露有备选方案,球队都做好了准备,正常情况下,鲁能针对11天4赛做了全盘的考虑,未来三场比赛的轮换会更多,也会保证球队的活力和体能,创造更好的成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